以下的节目标格主持人之个人意见,并非等同公众指标 观众有机会因观赏品味有意,产生期望落差 请自行参与方家风评,作出适当的期望管理 又到了和大家一起报CW剧的时间 今次要讲的是The Flash第五季第四集 名字叫做News Flash 有个女孩叫做Spencer Yang 她是Iris的前途师 都是写Blog,报新闻,演唱鬼结局 核打危机不小心获得超能力 令她可以自己制造新闻出来 Iris 说,她的新闻都没有实证 我想,难道你写的有实证吗? 真实发生过的事实,不代表有实证 Iris 你在The Flash看到的事实 其实是不可以报新闻的,你知不知道? 整集围绕着Barry一家人 如何对付Spencer Yang 再揭晓Nora和Iris的恩怨情愁 大家都是Iris的恨人 可能看完这集会觉得很开心 因为整集都是Iris和Spencer在玩妒忌 然后被Nora在这儿冷言冷语 就连Team Flash的人都冷眼旁观 但我今集非常同情Iris 而且我觉得Lora这种石头洞应该要教训一下 这集终于说出,为什么Lora这么讨厌Iris 不是因为Iris不懂煮食 而是因为Iris在Lora的身体里放了一个晶片 抑制她的能力 觉得妈妈很坏,破坏了自己的人生 然后她就发脾气了,生气了 妈妈,小姐你多大啊? 你要明白这件事是 如果你要跟你父母埋怨过家庭 你是不能作出这样的指控 因为没有父母,你不在了 如果你真的讨厌这个家庭 你一开始就不要黏着他们 如果不是,Lora其实是黏着爸爸的 那你就死吧 那几十年来,不是你爸爸照顾你的 是你妈妈照顾你的 Iris已经没有了老公了 她单亲妈妈,还要承受那个压力 还要照顾你这个石头洞 然后你跟她说,以这么多年来 她怎样令你受苦,她怎样折磨你 她不是就是让你做正常人 最后你还要把我这么多年的爱 都给了一个从来这么多年来 都没有存在过的爸爸 难怪Iris会妒忌 因为Berry什么都没有做过 就可以享受这些爱 虽然我觉得GaGa有本难言的经 我觉得有部分子女是有资格 这样指控他们父母 就是你知道父母是恨你的,不爱你的 你可以当他们不是你家人 但这次你明知道Iris是爱你的 这些东西你一定能感觉到 就算Iris作出的决定 是令你痛苦的 你不能更加 因为你没有资格更加 就算整件事是Iris不适合 你都不会这么说 因为那个不是恨你的妈妈 如果这样,不如恨你爸爸 为什么他要兼须Iris做你妈妈 对不对? 而且我觉得很不愤怯 是Lora最后去骂Iris 而Berry只是很淡淡地说 我支持Iris 其实Berry应该骂她 你现在未审先判 因为Lora你真是未来的Iris 但你却把怨气发泄在Iris里 公平吗? 还要你这个混蛋 你今集差点阻碎了你爸爸 其实Lora你才是今季中的Boss 然后你又是同性恋 Berry发现了Lora同性恋的表情 非常搞笑 另类的出轨方式 我离生一下 我完全支持LGBT 我支持同志平权 只不过是在Eroverse Citizen Cole是Gay Curtis是Gay William是Gay Catam Singh也是Gay Ava是Less Lisa阿菇是Less Alex即Supergirl 亦是Less Sarah是Buy Constantin是Buy Gary我不知道她是什么 会不会在这里出现的新角色 全部都变成同性恋的概率 有点高呢? 而另一条副线 就是Sherlock和Ralf的偵測之旅 主要是Ralf找到突破点 Sherlock继续偵測时 发现了关键 而最后重点就是 Sherlock是将功劳交给Ralf 是否我的错觉呢? Sherlock竟然是 那么多个Hairy分身中最正义的人 而今次亦出现了一个新发现 就是上季结局的大危机 他识出了大量黑暗物质 而他就制造了一堆不是MetaHuman 而是像多拉萌的神奇宝物 很明显Sherlock的神奇宝物 就是那把闪碰到 他的故事应该是 在上季结局那一天 他逛了外出 然后有个天眼泪 白一刀就拆在他的胸口 打迷了他的女儿 所以他就觉得 Flesh你这个扑街你要死了 所有MetaHuman都要死了 就是这样了 如果有什么留言 欢迎在下面留下 还有记得like and subscribe 拜拜 拜拜